据日本共同社等媒体报道 美国国务院消息人士18日声称 拜登政府将于7月向美国驻东京大使馆派遣一名官员 专门负责盯着中国 共同社称 据美消息人士说法 派遣这样一名中国观察员 是拜登政府加强情报收集工作的一部分 对于美方此举 19日接受环球网采访的中国专家认为 这是美方将中国当作最关键战略竞争对手 而推动实施的最新举措 无疑是一个危险举动 共同社宣称 不止在东京 美国已经在曼谷 布鲁萨格 罗马和悉尼等其他国家首都和城市的 美国大使馆 增派了大约20名负责盯着中国的此类官员 消息人士声称 向东京派驻此类官员 将是华盛顿在东亚地区的首次行动 除此以外 该官员还将负责推动建立不依赖中国的半导体 和其他重要商品的供应链 根据消息人士说法 该官员等拥有在中国和日本的工作经验 预计任期三年 报道提到 执行这一专门任务的外交官 被称为所谓地区对华官员 这是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推出的一个类别 这些官员的任务是收集和分析有关中国设计所在地区或国家的信息 共同社还说 被派往驻东京大使馆的该官员将隶属于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 据信该部门有60至70名工作人员对于美方对华辞职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认为 这应该说是美国在对华总体竞争家对抗战略实施中更为细致的一个举动 究其实际目标而言 一方面是情报的相互收集和分享 另一方面 美方根据收集到的情报 更具针对性的对中国展开产工链的剔除 安全的剔除 以及政治层面联络网络的剔除 李海东认为 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具有针对性或者破坏性的动作 而且也是美国在整体对外战略中 以中国为聚焦或者是以中国为最大关注对象 最关键战略竞争对手而推动实施的最新举措